有多專輯呢 獲得了競榜對酒歌手 同時一集專輯裡面的顏少有為 拿下了Hindle年度十大華語歌曲 最後呢 也是剛剛我們所... 呃...大家為...大家介紹的Hindle男歌手 所以總共有三個獎項 好 看一下中間前方 謝謝 中間前方是我們的官方攝影 好 再看一下右手邊 謝謝 三個獎項有點重 所以麻煩請大家捕捉一下時間 OK 好 右手這邊再回到我們的中間前方 來 這邊再拿一下 謝謝 好 最後請看我們一下我們左手邊 我們左手邊這邊還沒有拍到 然後左手邊拍完以後 你就請我們的工作人員來準備 好 幫我們拿一下獎座 好 謝謝 我們也請李榮晃先和我們現場媒體朋友們先打聲招呼 啊 打招呼的嗎 姐姐 嘿嘿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榮晃 那這次因為在我們HindleFan的頒獎名字上面 拿下了三個獎項 其中也包括了這個禁榜最久的獎項 是 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得獎的心情 對 這個真的蠻開心的 也很意外 因為自己沒有仔細統計過 然後今天我聽說這個錄榜那麼久 真的自己特別開心 因為自己寫的每首歌被大家認可 然後反覆聽其實是很滿足的 然後感謝所有的這個歌迷好人 感謝HindleFan 除了這個歌迷們反覆聆聽很喜歡之外 其實DJ也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DJ好像很多人 哦 常常聽到李王浩的歌出人 在HindleFan的時間裡面就發現 哇 這個專輯相當好聽 在去年推出的耳朵專輯 那距離上一張專輯 可能好像有一年的時間 換句話說 該不會今年下半年 所以馬上緊急又要再來一個分析嗎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為現在那個在座 新的專輯在挑 所以也是一個創作靈感最豐沛的時候 是 是 因為其實一直都有在寫歌 寫歌是一個生活的一個常態 所以也沒有特別去 要為了哪張專輯寫 所以每天都在寫 覺得有他的發熱情 有靈感就把它寫下來 對對對 那今天我們現場媒體朋友也比較多 先把時間留給我們的現場媒體朋友 提問 謝謝 好 在哪裡 要講一下 就是介紹哪些什麼感情 對 就是特別的感慨 因為自己其實 因為剛好最近我也在跑一個 新的巡迴演唱會 有時候我會跟歌迷說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這個 何德何德 因為我在我自己的概念裡 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寫歌的人 可能就一輩子 在錄音旁邊寫歌 幫人家錄音這樣子 然後現在可能在歌手的部分 然後得到這個獎 所以我都認可 都大家認可 其實真的蠻感動的 謝謝大家 謝謝你 他今天表演這麼低 他有參照養成林的表演嗎 我來的時候他好像 剛在表演 但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就要去唱台拿第一個獎 所以你有幫他加油打青森嗎 他演出那麼多 不需要我家裡玩 所以住位在台灣 你也有幾天 呃 三四天吧 所以要怎麼青森 不知道 就先待著再說 我沒想到 有想說要給什麼驚喜 不是 我告訴你 還叫驚喜嗎 我說的也沒有道理 對吧 我都不知道 你都知道 他有想說要去哪裡玩嗎 不知道 等一下先吃飯吧 有點餓 你來台灣有沒有想要去哪邊走走啊 去哪邊走走啊 我 我不知道 因為看情況沒有特別想要去哪邊走走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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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真的 我老跟別人說 我感覺跟我們 不一定是我 對 我自己覺得搞不好說是 我不知道 你不想看我誰嗎 誒 葵哥 我剛看你 好久不見 看好你啊 對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每個人都有機會吧 但我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我觉得我不知道 没有想太多 那今天在那边变唱 就是唱了几首好歌 那是不是会下半年的演唱会 其实一直都在演 我从今年三月从上海就开始 所以今年也会来到台北 10月26号会在小巨蛋留言唱会 所以就一直都在演 所以希望届时的在10月份的时候 喜欢李融豪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来到现场 台北小巨蛋就是这个场地 来听李融豪的好音乐 今天也特别谢谢李融豪 出席我们天台配合的班长电影 谢谢你 谢谢